任医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 就是你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 2021年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6岁 其中有25.3年的时间在睡觉 超过人生的三分之一 其中9年的时间在上学 吃吃喝喝的时间占了4年 花在娱乐和社交有3.5年 用于手机的有4年 照顾孩子花了2.5年 购物花了2年 有2年在上下班的路上 还有16年在工作 而剩下属于你自己的 只剩下不到10年的时间 想象一下 如果每一天一觉醒来 你账户上突然少了8万6千4百块 你肯定难受吧 可为什么我们每天消失了 8万6千4百秒 我们却无动于衷 想知道时间的意义是什么 那你就得去问问那些 备战高考的孩子 一年意味着什么 去问那些十月怀胎的母亲 一个月意味着什么 去问问眼睁睁看着 生命流失的病人 一分钟意味着什么 去问问奥运会上 就差那么一点点 没有拿冠军的人 一毫秒意味着什么 时间比金钱更宝贵 我们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是无法拥有更多的时间 莎士比亚说过 对于害怕未来的人来说 时间很长 对于追踪梦想的人来说 时间很短 对于悲伤的人来说 时间很长 对于快乐的人来说 时间很长 而对懂得爱的人来说 时间就是永恒